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给大伙说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特别的有意思 哪的故事呢 就是咱们老北京 北京城市天子脚下 方方面面都是非常的繁荣 不管是酒楼啊饭店啊 各部楼台啊 都是显出了异常的繁华 过去大饭店也是非常的多 各种口味的都有 今天这个故事呢 说的是一个饭店的伙计 你别想想啊 说这饭店的伙计跑堂 那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跟您这么说 太了不起了 一个饭店买卖好坏 伙计占有很大的成分 小伙计从包葱包蒜开始学 说熬到独党一面的大跑堂的 得二十年 就这么厉害 不像您想的端个菜吧 扫个地啊 干个活 不是这么容易的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瞧见不同的客人 有不同的对待方法 不管来什么人吃饭 往这一站 您的村众打扮 言谈举止 伙计一瞧就知道 怎么伺候你 得让你痛快 啊 你吃饭的人 行行甩甩 当然了 饭店有时候 也出一些小故障 这一吃饭 盘子里边 出一苍蝇 你说怎么办吧 啊 伙计过来 这是什么呀 说 真有着聪明的伙计 哎呦 您看看 这事闹得 花椒炸糊了 夹起来 扔了 拿脚一踩 你能说什么 他说花椒炸糊了 还有那更聪明的呢 伙计过来看看 这这么回事 过来了 拿筷子夹起来了 喝嘴了他吃了 嘴 我跟您说 这个东西啊 叫海老虎 地上有什么 水里有什么 地上有狮子 海里边有海狮 地上有老虎 海里边有海老虎 这东西 兴骚恶臭 您哪 这么高贵身份 您不能吃 小的我呢 我是个贱人 没别的 我把它吃了 得嘞 这是您哪 赏过的 谢谢您吧 所以说 好饭店 没有好伙计 根本都干不了 在北京天桥附近呢 有这么一家大买买 这个饭店的名字叫 童福楼 当初在这儿有一位大伙计 这人姓李 叫李明斋 呼 转柜的喜欢他 聪明能干 而且来说呀 过去的伙计们 一般来说都得住在这个酒楼里 很少有回家的 可是呢 也有放假的时候 一般来说是六月份左右 啊 酒店里边呢 人家要装修了 怎么叫装修呢 把灶得重新来一遍 而且六月份天气热 正是休息的时候 上座人少 备乐 这会儿啊 咱们歇哥把乐 把灶重新归着归着 稍微凉点呢 重新开业 好应付之后的这个忘记 每当这个时候 大伙就歇班了 放假 今年 同福楼又到了修造的时候了 那么李明斋呢 也回家休息去了 回到家 他住哪儿 就田桥这一带 大八串 还娶了媳妇了 李的奶奶 过日子是一把好手 两口特别好 这一回来 习事高兴 哟 回来咯 哈哈哈哈 赶紧把洗把脸 这洗把脸 你先歇着 我给你打酒去 弄点好菜 晚上我陪你好好的喝会儿子 哦 行 我这洗完脸了 我这换洗的衣服呢 妻妇乐了 你瞧瞧 嗯 哼 又不是三岁两岁的孩子 你说要没有我 你是不是自我连医生都找不着 都在那柜子里边了 大奶奶就出去了 买菜买酒嘛 李明斩也乐了 你看 这么大人 没这媳妇活不了 找个衣服都得人家 我自我找吧 打开柜子伸手拿衣服 不是他放的 他真不好找 一翻凳手 顺着箱子柜往下走 碰着一个东西 什么呀 顺手就拿出来了 这么长一个纸卷 打开一瞧 当时就傻了 什么呀 现的羊 白花花的现大羊 哎呦 我的妈呀 这是多少啊 就这么些啊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些个钱 哪儿来的呢 家里的存乡 不可能 家里没有这么些钱呢 想到这这脑子咯噔一下子 坏了 难道说我不在家 媳妇背着我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吗 心里边别扭 做着运气 半个钟头 大奶奶回来了 打着酒 买着菜 买着肉 回来了 东西搁着一回头 当家的脸上表情不对 明代 你怎么了 哎 嗯 你看你这经常不回来的 这回来怎么跟我呕气啊 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这是什么呀 我这钱拿出来 这是什么呀 把奶奶看看乐了 你说这钱呢 啊 这是我挣的 这这一句话 李明斋气疯了 呵 明目张胆 你还敢承认是你挣的 可不你挣的呗 我 说不出来话了 大奶奶乐了 可叹你七尺的男儿 啊 我挣的钱 你不高兴吗 你可没挣过这么些钱 李明斋站起来 打开包护瓶 硅着衣服 硅着东西 我身上一背 这个家我待不了了 我走 推门就出去了 大奶奶也不高兴 你走走吧 你赌气坐着 啊 走 你这辈子别回来 说的是气话 还真一辈子不回来 还真一辈子不回来吗 还就是这会儿 心里不痛 别回来 坐着生气 那么说这钱是 哪来的呢 嗨 这位大奶奶啊 娘家是中医 打小跟着父亲学的会针灸 嗯 有这么一天 啊 跟乌正干活呢 一推门 来俩人 看穿撞打扮 是像两个吓人的模样 好 问一下 您这是李的奶奶 啊 您什么事 是你听说 您的会扎针 我们家小姐啊 病了 请您给扎针 啊 呦 我这个 嗯 不是特别的 您别客气 您收来救命吧 我们都急死了 啊 我们这就把人搭进来 别别别 我出去 我出去 怎么呢 瞧这俩人穿撞打扮 就知道 不是一般人家的人 啊 人家小姐 是屋里太乱了 啊 我出去 我出去 大屋里出来了 一看胡锤外边 停着一辆汽车 拉开后门 一看里边 躺一小姐 一耗脉 知道没什么大病 中暑了 那赶紧扎针吧 家里有那做活的针 在那个火上了了一了 喷点酒擦干净了 找准了穴位 两针下去 这姑娘醒了 嗯 哎呀 这几人高兴 谢谢您 谢谢您 你看听人说了 说咱们胡锤这住着一位李的奶奶 啊 能治病 这我们回去就能交差了 啊 见着老爷就成了 谢谢您 谢谢您啊 对 我们先回去了 啊 走吧走吧 因为经常会有这样的人 杰弗斯林都知道 孩子们活掉了 这膀子不舒服了 有小在小边的 李的奶奶能治 所以他也没往心里去 这帮人走了一个钟头 其中的一个又回来了 拎着两盒点去 大奶奶 这是老爷让谢人的 搁到屋里转身就跑 你再客气说话 没人吃这茬 再追出去 人走了 嗯 回来吧 进了屋 想起刚才人家走时说了 说这点心一定自个儿吃 千万别送人 心说 哎呀 点心有什么心心呢 打开一瞧 在点心里边有这么一个包 里边装的是钱 再追出去就更找不到人了 可是你说这给谁送去也不知道 先留着吧 就掖在衣服堆里边了 啊 搁在这柜子里边 没往心里去 一直等到 李明在发现这钱 惊天两口子闹别扭 大奶奶心里生气 哼 什么人呢 你都问清楚了 啊 我这满心欢喜的 盼你回来打酒买菜的 你根本这 傲气 活该 走走吧 这一走 又气 撒月没见面 啊 大奶奶心说真缺德 你说也不值得回来 过去就完了呗 这吵嘴还一辈子事 得了 你要是不找我呀 我找你去吧 跟家出来 赶奔同服楼 一到这一说 说那个我是李明在的媳妇 啊 我们家里的在这吗 我这么说 哟 大嫂子来了是吧 那个 他走了 嗯 他那个 哟 这有两多月 两三月吧 嗯 那回回来 气哼哼的 也不是跟谁怄气 完事说他要上山西太原 说他舅舅在山西太原呢 开了一个大饭店 啊 说这个在什么什么街呢 我饭店 他说上那去 我们掌柜的也不好 党人财路 舍不得他呢 也没办法 一直就走了 没跟您说呀 啊 没事 没事 嗯 嗯 不要紧张 谢谢各位吧 就回来了 坐在屋里边 大奶奶自个儿哭了一抱 李明斋啊 李明斋 你是真行啊你 啊 跑到那去 这兵狂马乱的 你说 哎呀 哥 我找你去 可是有一些 在那个年代 说一个辅导人家 要想出门 不意了 啊 首先说这头发人家不方便 你一冲洗瞧 这是辅导人家 想了半天主意 站在门口瞧瞧一剃头子 来你进来一趟 啊 上家里来 剃头子挑着挑着啊 高兴 一般有女的叫他 都是给小孩剃头 或者剃胎头啊 或者干嘛 这个给钱给的多 高兴 啊 是是是 哎 来了 跳跳进来了 一进屋 大奶奶把门关上 插上了 剃头叔吓坏了 我 我 你 你 你咋能干嘛 干嘛 看见我这头了吗 给我剃个男的头 我弄一个 分头 不 大奶奶 你别 别闹 我没 没弄过这个 我 我告诉你 要不然赶紧做活 给我脚头 要不然 我就大声喊一声 说你耍流氓 哦 你可别的可别的可别的 赶紧了赶紧了嘛 他给弄头 弄一个男的分头 啊 大奶奶掏出衣服钱来 行了 谢谢你爸 哎呦 我 我 你别谢我了 开开门 就跑了 紧跟着 又回来了 剃头挑子 往这儿 挑了挑 转身又出去了 大奶奶把门关好了 找出来 李明斋的裤子挂子 都弄好了 鞋呢不太合适 里边续了点东西 也穿上 又把袋定上 冲镜子一瞧啊 耳朵这有眼 戴耳环嘛 嗯 点着了蜡烛 拿着蜡油啊 把耳朵眼啊 腻死了 又铺了点粉 瞧不出来了 把钱拿出来 装在身上 弄了一个包袱 准备几件换洗衣服 又跟街坊邻居说 我去山西太原 找李明斋 家里边您受累 大伙给照应着 如果说他回来了 跟他说一声 让他千万别走 在家等我 跟大伙客气完了 游打北京城出来 坐火车 赶奔山西太原 那会儿是军阀混战 兵荒马乱 这火车是走走停停 半个来月 才到了山西太原 按照人家提供这地址 找到这个酒楼一说 说你们这来没来 一个叫李明斋的人 大伙想了想 有这么一个人 很久了 但是他来的时候 这个饭店倒出去了 早先是他舅舅的 现在他舅舅不干了 这老头身体不好 好像后来听说回老家 没了吧 买买是别人接着的 所以呢 他就走了 哦 那他说去哪儿了吗 没说 他说 凡谢谢就走了 哦 好吧 那得嘞 麻烦您各位了 大奶奶很失望 这事闹的 自己怎么办呢 先回家吧 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吧 嗯 买火车票 往北京走 那咱们说了 路上不太平 一个多月 火车一会儿停 一会儿走 来回我倒车 这一天到这个地儿 北京边上 哪儿啊 常新店 到了这儿 天就凉了 天降大雪 漫天的鹅毛 那奶奶一瞧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车也没有了 这怎么办呢 一瞧啊 影超超在前边 好像是一个小客店 去吧 顶着风冒着雪 就来到这儿了 到这一瞧啊 就一个老太太 跟屋里坐着呢 我说大妈 嗯 您这是客店呢 这是客店啊 你住店呢 哎 住店 有什么吃的 我这没有什么吃的 嗯 就我自个儿这儿 蒸了点饼子 弄点什么吃的 我一个人啊 也没有伙计 哦 弄点东西吃 你俩一聊天 说您这个地儿很好 啊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就是您这么一家 好好干个饭店 后边带旅店 生意能好起来 您怎么不弄呢 嗨 老太太说 我这个闺女啊 诺坤成礼 接我去 我也不爱去 这是老宅子 这闲着 当年老头活的时候呢 我们这开店 现在也没人盯着 我自个儿也没有这个心气 也没人干 哦 李的奶奶说 您要是愿意的话 这事我来做 我也不想回去了 我就跟进这儿 咱们俩俩就个伴 哎 好啊 好小子 你要愿意干就跟这儿吧 怎么叫好小子呢 因为他这一路之上 还是装作男人的模样 问叫什么 他是叫李明斋 顶丈夫这名字 老太太瞧不出来 行嘞 你要愿意做 你就做 我就跟后院住着 他的时时吃一碗 安乐茶饭 别的我也就不管了 挣多钱 挣少钱都无所谓 咱们有人救个伴吧 这样呢 老太太就住到后院去了 李的奶奶呢 又雇了这么一个干活的伙计 这伙计是山东人 叫侯德庆 都归着好了 就等着人来吃饭呢 住店 这天 天气很冷 清晨起来 伙计侯德庆 争得了包子 弄得了菜 都准备好了 跟这坐着发呆 大奶奶坐在柜台里边算账 扭打外边一推门 进了一个人 大奶奶定金观桥 不是旁人 自己的丈夫 李明斋 这头发支愣八叉 浑身上下的医生啊 都快碎了 一脸的滋滴 啊 怀里这鼓鼓囊囊的 又打外边进来 看出来这个人是动恶交加 啊 一进门 孤单就坐在这了 伙计赶紧过去 侯德庆 啊 这位可业 吃点生吗呀 啊 哎呀 有饭哪 啊 呦 吃点生吗呀 嗯 一剃包子 一锅面条 一白个饺子 快 猴德庆车气 一上这死来了 你啊 哪吃得了这么些 给你这是 啊 你是够一个人吃饱就行了呗 给拿了几个包子 给弄了碗面条 简单的来几个小菜 还给烫了壶酒 端过来 哼 李明斋跟这 踢得突如踢得突如 这从吃啊 大奶奶坐在那眼泪都快下来了 心说你个缺德的啊 你瞧瞧你还有个人样吗 你跟我呕气 行了 这回算是行了 看着吧 坐着看着吃饭 吃饱了这一磨嘴 嗯 嗯 嗯 伙计 接账 猴德庆过来了 啊 是 我给您算了 你这一共是 二吧 人是 又开始死猫掐 好 这个 给我寄上吧 给您介绍 寄哪里 寄的账上啊 我们这没有账本 买一个去吧 这废话 吃饭给饭钱 住店给店钱 你那要的咕咕囊囔是什么东西 哦 你要这个 李解怀唬了 一堆石头子 怎么的 离这老远 瞧见这儿有一个饭店 神圣没钱 不吃就得饿死 捡点石头子 搁在怀里边 咕咕囊囔进来 以为有钱的 到这会儿一解怀 掉地下了 全是石头 把侯德庆气着 好啊 啊 刮风下雨不知道 兜里边有钱 没钱你不知道 啊 你说怎么办吧 我说怎么办 我是一点折没有 你问问你们掌柜的去吧 好嘞 你别跑 侯德庆 蹬蹬蹬蹬 来的柜台这 掌柜的 给我小的吃饭 没点钱 你看怎么 你去问他 认打认发 好嘞 蹬蹬蹬回来 你认打认发 认打怎么说 认罚怎么讲 等着 蹬蹬蹬蹬回来了 掌柜 他问认打怎么说 认罚怎么讲 啊 你跟他说 要是认打 搁在院里去 把衣服扒了 泼上冷水 好嘞 蹬蹬蹬蹬 回来了 你要是认打啊 把一声吐来 拔逛来 在院子里边 泼上晾水 要是认罚呢 蹬蹬蹬蹬蹬 走一半回来了 哎呀 有话你们一块说吧 这柳呢 这叫什么 掌柜大 有句话您说明不了 认罚怎么着 要是认罚 罚他 在这当伙计 一个月 十块献大洋 如果答应了 先给他四块 马上剃头洗澡 换衣裳 啊 好嘞 请一听 这不像话呀 掌柜大 你这是罚他呀 啊 不是你这个 别废话 快去 哎 好嘞 转身回来了 嗯 我告诉你啊 那么掌柜大说了 你要是愿意认罚 就是在我们这当伙计 一个月十块钱 先给你四块 剃头洗澡 换了一手 啊 你愿意哪个 我愿意认罚 废话呀 你肯定得认罚你这是 掌柜大这是 怎么着呢 这是 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掌柜大 他说了他打算认罚 哦 他打算认罚 跟他说 还有一样 我这个人睡觉有一个毛病 腿冷 必须有一个人给我烫脚 洗脚 给我把脚捏了 啊 伺候我睡着了 他才能睡 你问他愿意吗 哦 这个 这个还有点意思 哈哈 转身回来了 哎 这小子 掌柜大说了 这些房子呀 不光是这样 还有一个事 我们掌柜的腿冷 睡不着觉 末天晚上 你得给他 洗个脚了 捏个脚了 伺候他睡着了 你才能睡觉 李明哉眼泪都快下来了 哎 人穷至短 马 瘦毛长啊 可是现如今 你要说不答应的话 吃着人家嘴短 怎么出去 而且身上是 纷纷无有 咬牙一跺脚 行 跟你们掌柜的说吧 我答应了 不答应 可得行啊你 掌柜的 他答应了 行 带他洗澡换医生 都安顿好了 李大奶奶 回自己的屋 吩咐一声 新来的伙计 待会儿 上我屋来 侯德庆乐 你看着吧 这个小子有罪数 给人家洗脚 捏脚 吹腿 伺候人家睡着了 哎呀 我可得好好的干 我可千万千万不能出事 我要是出了事 让官来这时候 我可是干不了 嗯 那个小子你过来过来过来 李明哉过来 怎么着 天喝不早的 你吃也吃了 喝也喝了 啊 早也洗了 头也剃了 心一声也坏了 没有憋着了 啊 一会儿准备吧 那么掌柜的洗脚 你去给他吃药大腿 拈脚去 听见了吗 哎 我听见了 嘿 你好好干 你可不能跑来 啊 你要是跑来 让我替你 我可干不了 啊 这干活都准备完了 打了一喷热的洗脚水 就掌柜的送屋去 都准备好了 李大奶奶也回了屋了 啊 进屋之后把门关上 自己先把衣服换上 啊 换好了衣服 坐在床上 陪着背后 要等着他 一会儿的功夫 门一开 李明摘进来了 站在那儿低头无语 这脸呢 都快垂着脚面上 老看地下这盆洗脚水 心说我这算哪一刀呢 想在这儿 心里边啊 咯噔一下子 想起来自己啊 就这些日子干这些事 哎 我在家里待着 跟我媳妇撒架 我跑出来了 现如今唠了这么一个结果 啊 流落一箱 我在这儿给人家洗脚 传出去这叫什么事 站在这儿 眼泪都快下来了 他跟这儿站着 大奶奶跟炕上坐着 窗户外边 侯德庆来了 心说我得好好瞧一瞧 啊 我看看这小子 怎么给掌柜里洗脚 明天他要是惹了我来 啊 这个以后我好有话 我算他 挺高兴的 来到外边 他那个窗户是纸糊的 啊 拿这个指头啊 捅破一个眼儿 争一幕秒一幕望里观桥 就听里边那儿说话了 啊 大奶奶坐在炕上 嗯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明斋 哦 你是哪儿的人呢 说我就是北京的人 啊 为什么出来呢 嗨 你不知道 我那个媳妇她不学好 大奶奶就气到这会儿还诬蔑我呢 啊 怎么不学好了 她是如此 怎么办 怎么办 如此 嗯 那么事到如今 你觉得这个事的真伪如何呀 哎 我后悔 我肠子都毁精了啊 也许不是这么回事 我当时一宠幸子出来 现如今吧 我这人不人鬼不鬼的 我是真想我媳妇啊 啊 你后悔以前做的事 我太后悔了 啊 我跟你说 我跟你这儿啊 凑合些日子 把账还清楚 我得回家去 跟我媳妇好好的赔礼道歉 大奶奶乐了 哎呀 难得你还有这么去良心话 把灯点上吧 让你瞧瞧 旁边边放了一个小桌子 桌子上边呢 有一个没有灯 李明哉把灯罩拿起来一伸手 拿过取灯来 当年的火柴叫取灯 就这么一划 呲啦一下子 把灯点着扣上了灯罩 大奶奶坐在那扑车一乐 一伸手由大头上把帽子摘下来了 帽子一摘一晃着脑袋 一头长发下来了 他可一直低着头 没敢瞧 他是没看见 窗户外边这伙计侯德庆看见了 灯一亮 大奶奶一脑袋长头发 他这直哆嗦 呦 我得尿呀 可了不起来 长柜子是个妖精啊 怎么突然间都变了长头发了呢 可别痴人 他说痴人 我推个跑 要走没走 还往里边瞧着呢 屋里边李明哉低头无语 一直低着脑袋 大奶奶乐乐了 李明哉啊 哎 长柜子 哎 你呀 抬头瞧瞧 我是哪个 哎 我看看吧 这一抬头 嗨 当时就愣住了 这不是别人 自己的媳妇这是 哎 大奶奶 怎么会是你呀 怎么会是我呀 李明哉呀 李明哉 你好大的能耐 嗯 想当初 跺脚骂街的是你 摔门就走的也是你 啊 现如今 你为了吃顿饱饭 你给人家洗脚 你也答应 给人家垂腰砸腿 你也答应 我问你 你的志气在哪里 哎呦 大奶奶 你说这 当初那个事 他不能怪我 我到现在 我也没明白 那到底怎么回事 那个钱你哪儿挣来的 大奶奶叹口气 人家有病 找我来治病 我扎针扎好了 人家送的点心 我打个一瞧啊 点心里边有这个钱 那个钱是正当正来的 不是你想的什么胡作非为 你冤枉我了 我为了找你 我不容易 又打北京到太原 一路才走到这儿 现如今你说你错了吗 李明哉眼泪都下来了 得了大奶奶 我知道是我错了 以后我跟你 好好地过日子 哎 这还算句老爷们说的话 行了 大奶奶一先辈 赶紧这身上就穿着一个兜兜 拿手一指 天不早了 咱们该歇着了 窗户外边 侯德庆喊上了 咋回答 什么事 有个写来后到底 你得想让着我来啊 啊